今天公公婆婆约我们来河边散散步 虽然气温下降了 但是也是要出来走走 亲近一下大自然 这边的风景真的很不错 小心掉到河里去 不要这样 多多 不要这样子 会掉下去的 你那个重心一往前就很容易掉下去的 要抬过来 现在天黑的真的蛮快的 我们要在天黑之前呢 还是要出来走走 奶奶和老板都是一路打着过来的 这样子看船开过来 心里感觉好平静 你看马家的水温下来 你看他在水温下来 我可以说 他肩膀 不可能 这肩膀在 好,我肩膀 好,肩膀 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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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这个? 是肩膀 是肩膀膀你当你小时候 我? 嗯 嗯 是 我们可以说 嗯 喂 伸腿 有弯腿 一般的玩法玩腻了 现在是要换花样了 好嘞 每次出来公园玩 婆婆公公都是尽量满足 嘟嘟的要求 换着花样的给他玩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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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呢在这边陪弟弟 快天黑了 我们差不多马上可以回去了 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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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晚做那个照烧鸡腿 这个鸡腿我把那个骨头剂掉了 虽然我们家老公在中国很多年了 也是喜欢吃冬餐的 但是带骨头的肉呢 他还是觉得也不是不喜欢吃 就是觉得吃起来不方便 我这里调了一个酱汁 一会儿呢 等这个鸡腿煎得差不多精减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酱汁放下去就好了 这个骨头剂掉以后呢 老公吃这也方便 小孩子们吃这也方便 哇好了 我没放太多油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油 传应该是跟那个鸡皮有关系吧 因为我不太喜欢吃太油的东西 一会儿用那个吸那个纸 油的给它吸一下 然后弄了一个芦笋 细葫芦没有盐 没有油 因为我喜欢吃原味的 细葫芦 开动喽 开动喽 刚刚兜兜说太好吃了 然后让我把那个酱汁倒给它拌饭 是不是好吃呀 是不是好吃呀 好吃 你的嘴巴都吃花了 嗯对 爸爸给西米买了什么西米 打开一下 爸爸说他他出生以来都没给他给西米真正的买过一个玩具 今天冲过去买的 多多多 因为西米之前还小吗 然后呢 就能打开了是吧 你小时候最喜欢撕那个包装纸了 我要先撕 对 对 有几天 有几天 让它做 让它做 来 三次 来 要不让我做它 不要触摆我的帽子 这是我的帽子 这是我的第一帽子的爸爸 我先撕 撕撕 撕撕撕 撕撕撕 太开心了 我的猩猩 哥哥 你的那个手刚刚吃饭了 油油的 你放这个在里面 以后你可以 一按它就转了 好吗 好 我也用来 一个人 这是一个人 你看 它动它动 然后它採开 对 一两三四五 我要像一阵的地方 来唱一阵的地方 是 一阵